这个六十 接下来看六七页的 做做看的第二题 社区要新建一个 正方体 什么是正方体 就是长、宽、高都一样 就叫做正方体 那新建一个正方体的水塔 水塔里面的每一边是五公尺 那么这座水塔 可以容纳多少地方公尺的水呢 我们这一题呢 就可以直接列试了 非常好 公尺对立方公尺 不用做待会换算 长、宽、高都是五 它就是五乘五乘五 五乘五乘五 就是一百二十五 所以最简单 就是一百二十五立方公尺 答案 一百二十五 立方公尺 总是一百二十五 如果在公尺里面的 就是一百二十五 那我可以摆驶